你不认识 在酒桌上 没认识我的对手 大王小心 我没事 你别忘了 你今天真的好美 大王喝醉了 我没醉 我看得出 你不是心甘情愿 我等你 等你回心转意 我等你回心 你也不向我走吧 忽念啊 忽念 你终于是我的了 忽念 忽念 我 就在这儿 你 叫我那么多次干吗 我怕我在做梦 所以我就多叫起 你的名字 忽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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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虽然是太平王 整个大辽的女子都可以供我挑选 但我不稀罕 你出身后族 应该特别知道 皇族内斗的残酷 我 特别是像我这样 有资格集成大同的人 身边没有片刻的安宁 所以我特别想娶一个 以亲情为重 哪怕是在我失忆的时候 也对我不离不弃的好女人 你就是 太平 不 叫我颜萨格 颜萨格 再叫一声 颜萨格 忽念 你真的是个好女人 我会一辈子珍惜你 一辈子守着你 护着你 大王 大王 你又带什么东西回来了 你又带什么东西回来了 这是上京城手艺最好的师傅打造的 以前树立太皇和我娘的首饰 都是这个师傅打造的 现在一般人可请不动他了 我可是亲自去找他做的 来 带上 带上 真美 这 未免太贵重了吧 我觉得我带不太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我说合适就合适 明天家宴 带上他 颜萨格 你本来就替主圣得罪了许多人 现在有很多眼睛都看着太平王府 如今我嫁给了你 我觉得不应该太过招摇 你是我的王妃 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黄嫂没了 你现在是大辽最尊贵的女人 黄兄那日在开黄殿 不也说了吗 以后太宗一脉 还得由我们的儿子来继承 好 虎年 我娶了你 就要好好宠着你 爱着你 你把你以前的谨慎孤力都抛下 尽管 依止我 靠住我 万事有我 看看 今天是本来和王妃婚后举办的第一场假宴 也是为我三弟嫡妾去南京送行 来 大家不必拘谨 不罪不贵 借太平王